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市民传媒朋友 您好 现在报告昨天2月5月28日 有关关注病毒病的最新资料 昨天共有108宗经核酸检测阳性的个案 当中包括21宗是医管局承报 19宗是公共卫生化验服务署确诊 余下的68宗是本地私人化验所确诊 昨天共有129宗快速抗原检测阳性的报告 昨天香港共有237宗的阳性个案 到现在目前第五波 香港有1199464宗阳性 当中有749318宗是经核酸检测 其他快速抗原检测是490146 当中昨天有37宗是收入 有19宗是在机场的临时收集中心 另外的20宗是在检疫酒店检疫之中的阳性 有2宗是3天 有1宗是第4天 有13宗是第5天 还有2宗是第12天在社区的样本是阳性的 是富阳的个案 68岁的男子打了三针 没有病症 在16号从泰国来港 23号完成检疫 离开酒店 在第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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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5月27号的样本是阳性 在第12天 在5月16号从加拿大抵港 23号完成检疫 离开酒店 在第12天 就是5月27号的样本是阳性 CT值34 比较高 另外有7宗是来自美国的收入 4宗 澳洲 4宗 新加坡 4宗 加拿大 还有3宗是金加坡 三宗是菲律宾 两宗 加拿大 一宗纽西兰 还有一宗巴基斯坦 一宗是阿联酋的 昨天没有新增的院舍 有新的个案 学校方面今天是假期 所以没有新的承报 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 我们录的两家学校有怀疑爆发的情况 包括在启隆城的国际英文幼稚园 总共有9名学生 一名教师 涉及初步的基因分析 显示这些的病毒株是L452R陰性的 相信是在本地流行的 Omicron 病毒株 另外一个爆发是在德斯奇国际学校 有4名学生 一名的教师 其中首名的个案 它的病毒株是B.A.2.12.1的Omicron分析 在上个星期也录的 在一家的中学有一个群组的个案 有7名的篮球队的学生 昨天公布了的是邓佩琴元朗博爱中学 在学校里面 总共承报104宗的个案 涉及89家的学校 当中有84宗是涉及学生 20宗是涉及教职员的 累计上个星期平均每天 大概有78万5千个学生接受检测 累计阳性率是0.011% 在教职员方面 平均每天有12万5千个教职员做快速抗原检测 在上个星期累计的阳性是0.016% 水平是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 昨天没有新增的死亡个案 累计到目前为止 第五波香港录得的死亡个案 仍然是9163宗 昨天我们收到一个新的爆发的个案 涉及在中环的一家 另一家的酒吧 叫Iron Ferris 在河里活道 华茂中心的LG层 中间有11个个案 都是在5月21号晚上9点钟到5月22号凌晨的2点钟之间 光顾过这个酒吧 涉及一男十女 她们年龄介乎24到39岁之间 都全部打了针 5人打了2针 6人打了3针 当中有9名的人士出现病症 她们并发的日期是近乎23号到5月26号之间 最先的个案 初步基因分析显示L452阴性的 表示也是相信是现实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导致爆发 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地点出了一个简直检测公告 也在下午的时间跟石文署 机电工店署的同事做了现场的调查 关于之前的爆发的更新 昨天公布在中环加州大厦四楼的一家酒吧Central的爆发 今天新增四宗个案 累计这次的爆发 总共有15宗的个案 涉及十男 五女 17到29岁之间 都是5月21号11点钟到5月22号凌晨2点钟之间 到访过这个酒吧 其中一位她向我们提供的资料显示 她没有进去这个酒吧 但是她在门口排队 也曾经接触过当天晚上进入这个酒吧的其他的顾客 这15名的人士当中有全部都是打了针的 有14个有轻微的病征 病发的日期是5月20到26号之间 15名的人士之中呢 我们流行病学调查跟追踪 发现他们当中有三人的家里人 事后在快速抗原检测是阳性的 初步经分析显示 最先的个案都是452R 阴性表示 应该是本地流行的病毒株了 昨天我们去了这一家酒吧做调查的时候 拿了25个环境样本 包括八桌 镜板 空气清新机 洗手间的不同地方 门柄等等 还有一个通风系统 24个样本是阴性 有一个样本 在厕所的一个样本是不确定的 机电工程署的同事也做了空气的量度 结果有带他们进一步的分析 其中一个个案 它涉及刚才提到元朗的那个中学任教 一个兼职的篮球教练 在有30名的学生当中 今天新增一个个案 它是昨天的快速抗原检测发现阳性 曾经在5月24号下午参加篮球训练的学生当中 总共有7宗的个案 其余的学生 我们已经安排他们接受家居检疫 在会展餐厅的爆发没有新增个案 之前第二宗的个案涉及一名洗碗工 今天分析初步显示是L452 是陰性 我们相信是BA12.1的一个个案 我们等待全基因的分析才能确定 到现在为止 我们累计这个群组涉及有两名在12天 有美国敌港的夫妇现身的群组 有27宗 4宗是输入性的个案 尼泊尔的父子 还有美国回来12天 验到阳性的夫妇 另外还有8宗的个案是涉及曾经光顾太古城三期麦当劳的个案 一宗是65岁的男性 第12天的个案密切接触者 有四名是家人或者密切接触者 每当劳顾客的家人或者密切接触者 有三名人是湾仔工作 加上其中一名在湾仔工作的清洁工的两名家里人 再有五名是德斯奇加拿大学校相关的个案 我报道到此为止 现在请李医生汇报医管局的情况 大家好 现在医管局总共有427名确诊病人留医 其中40位是新增的确诊病人 而需要入住隔离设施的病人当中 77位是住在隔离病房 11位住在二线隔离病房 40名病人在北大于善香港医院控制中心当中 一共有17名新增的确诊病人 昨天没有任何新城报的未带或是严重个案留医的病人当中 总共有13名的未带病人 8名的严重病人 其中4名的未带病人在我们的生气治疗部留医 过去一天我们没有任何新冠病人离世 此外过去一天总共有45名病人康复 当中包括35名病人出院 第五波疫情至今 总共有50148名病人康复 其中包括49794名病人已经出院 而至2020年初开始 本港总共有62528名病人康复 其中包括62174名病人已经出院 此外今天没有录得任何的病人进入院筛查 而证实阳性 员工方面总共有23222名病人缺诊 而当中23183名员工已经返回工作岗位 此外也想报告一下 屯门医院有一个小型和创伤科的康复病房 当中有两名的护士 昨天确诊了2019冠状病毒 我们现在正追查两人的感染的源头 审慎起见 那个病房已经暂停接受新证和彻底消毒 那个病房也足以通知 未来几天预约了探访的交属改期 我们现在正为那个病房的其他病人和员工进行测试 等候结果 而且我们也会采集环境样本进行化验 今天我的报告到此为止 提问时间请大家先举手用话筒发问 之前请介绍你代表的传媒机构 第一位那边蓝色衣服的女士 你好我是微信电视的记者 我想问一下新增的是德斯奇的一个学生 他是否也是原本昨天说家居检疫的学生 还是其他班的学生 有一个个案 是Zentro外面排队的个案没有进去的 但是有确诊 想问一下他的情况 他打了多少针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新爆发的个案 有没有传染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呢 谢谢你的问题 德斯奇加拿大国际学校没有新增的个案 都是维持在四名学生和一名教师 其中一名学生是最早发病的 是5月24号发病 23号最后一天上学 其余的学生是在26或是27验出阳性 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个个案是关于Zentro 他跟我们说当晚那个人他是没有进去的 但是他在门外排队 当晚有很多人在门外排队的时候 其余的人呢也是会进入餐厅的人是他有打针 他扫了安心出行 但是最后他没有进去 我们不排除 他可能是在门外跟其他人有接触的时候 受到感染 关于今天新增的那家酒吧 我们初步调查显示 当晚的客人 他们上去这个地方主要是喝酒聊天 大部分都没有吃东西 他们在里面会脱口罩 也到处走 有一些人会在里面跳舞 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 我们相信第一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播 也许当晚在空气里面 如果有个案是超级传播者污染了空气 令到当晚也出现爆发 当然详细的调查仍然是有待 我们去现场看过 拿环境样本跟机电工程署 看一下这一家酒吧的通风系统 和其他的设施 才可以下定论 下一位 这边最后一排的女士 你好 我是Cable的 我想问一下 刚刚更新了海外抵杆人士 回香港第九天 要再多做一次检测 为什么选择第九天呢 是基于什么科学理据 在第九天做呢 现在也取消了核酸检测的证明书 就是当地证明的实验室需要证明 那会不会担心部分可能落后一点的国家 检测不准缺乏 而增加了香港的输入风险 也想问一下 邓佩从几年中学 就是篮球队成员缺诊的那一家 昨天说他们是在不同的班房里面 上课的那学校爆发的风险大吗 谢谢你的问题 关于海外抵杆人士 完成了七天的酒店检疫之后 原本一般来说 现在他们需要去到第十二天 才在接受核酸检测的 在第九天增加多一个核酸检测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如果有一些个案 它的潜伏期比较长 那就有机会到第五天核酸仍然阴性 第六七天仍然阴性 那出了社区 如果第九天多加一个检测 就可以早一点发现这些个案 但是暂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些个案 假如在检疫酒店检疫期间出现传播 如果在检疫酒店后期 比方说第五天之后才受到感染 有可能第五天或第六七天 在检疫期间 那个检测仍然是阴性的 现在需要去到第十二天才可以发现 如果提早一点在中间 再多加一个检测 就可以尽早 假如不幸有一些个案 在检疫酒店受到感染 可以早一点发现 第九天主要是一般的 检疫人士 他第五天要做核酸 第六七天要做快速抗原检测阴性 才可以离开 离开了酒店之后第二天 他通常是第八天离开 那第二天再做一个核酸检测 如果也是阴性 那就再多隔两天再做一个 按照现在的十二天 我们相信这是 假如潜伏期比较长的个案 有机会在检疫酒店 受到感染的个案 也可以早一点发现 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核酸检测 现在来说 所有敌港人士 他们来到香港的时候 无论他是在海外 他当然要有阴性的检测 他敌港的时候 也要做一个核酸的检测 和快速抗原检测 所以这个不会对输入风险构成 增加的机会 因为所有旅客敌港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会帮他做一个核酸的检测 去核实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篮球队 现在我们发现这一家学校 所有的个案都是集中 在5月24号下午 接受篮球训练的学生 大概是29位学生 现在发现了有7宗个案 其余的学生 有一宗是抗复者 是近期的抗复者 余下的学生 我们安排了他们做家居检疫 7天直到下个星期五 这就可以防止 因为这些同学 可能他们的风险比较高 因为当天在篮球训练里面出现了爆发 我们把他们列为密切接触者 他们不可以上学 暂时其他的同学 没有参加篮球训练的同学 我们没有发现有新的个案 也要求了学校做彻底的消毒清洁 我们也会密切注视 明天上学以后 其他班级学生的快车的情况 下一位 下一位 后面那位男士 最后一排 你好 NOW TV 请问 两间酒吧 爆发的当晚的人数分别是多少呢 两间爆发的酒吧 有没有关联呢 各案方面 昨天谈到 Central最后那个顾客 是凌晨5点钟走的 那他是不是酒吧有违规的情况呢 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转机过境的旅客是不需要在登机前做检测的 但是他们跟入境的旅客都是会同一班机上面 这样会增加传播的风险吗 是不是很难真正的分隔 过境 还有入境的乘客呢 实际上怎么可以执行呢 昨天说到那个44岁的停机坪的文职的人员 他是B1.4还是B1.5的感染呢 是本地手中的个案 担心会流入社区吗 谢谢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关两间酒吧 我们初步调查发现 没有看到他们有流行病学的关联 当天晚上两家酒店的爆发都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在不同两个地点 涉及的人方面呢 当天晚上我们没有发现有患者是当天晚上去过两个酒吧的 初步了解之前也没有看到有个案曾经去过 就是两个酒吧都去过 当然这个还要详细调查才知道 初步看在当晚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发生了两个不同的爆发 我们要求了两家酒吧提供他们的疫苗通行证的资料 初步我们拿到的资料 确认每一个酒吧当天晚上在相关的时间里面是有七八名的顾客 我们要看实际的数字是多少 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关 昨天说过 一个酒吧Central有顾客在清晨五点钟才离开 这个是安心出行的记录 之后我们再问每一个顾客他们离开的时间都是早上两点钟之前的 可能他们忘了 扫走那个安心出行之前预置了四个小时 入境旅客的风险问题方面 现实无论是 所有地方抵港的旅客他们本身需要接受在机场有测试还有检疫 在外国抵港方面每一个人的风险都是一样的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风险在飞机上面当然有不同的旅客 但是如果他来自同一个地方的风险应该是一样的 在海外抵港的旅客 如果他本身入境的时候 按照香港的检疫要求还有隔离要求 以致可以避免 如果真有输入个案的时候 我们可以侦查得到 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新港城的那个怀疑BA.4或BA.5的个安全基因分析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初步我们知道可能是跟现在流行的病毒株是不同的 我们的调查知道这位是涉及在机场工作的人士 他本身有风险 他是个停机坪附近工作的人士 初步暂时没有发现他跟其他的输入个案 或者是其他的机组人员有直接的接触 但是这个还要等全基因分析结果出来了以后 我们再对比 现在我们在香港输入性的个案里面 看有没有流行病毒病学的关联 这位人士可能在机场工作的时候受到感染 当阳性的结果有了以后 他已经接受了家居隔离 他家里人现在是没有病征的 他也已经康复完成检疫了 七百个客户 刚才讲的是七百个客户 这位男士 点新闻 点新闻您好 想问 现在知道有六十万人左右 还没有去打第三针 也有讲过 有的人他们本身不在香港 是不是有个实际的数字 就是扣除离开了香港的认识 人士在香港 有多少人还没有打针 另外一门通行证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 执法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有检视过吗 还有有报导指出 世卫考虑把猴斗 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跟新冠疫情是看齐的 香港有议员提议 政府应该尽快地做检疫的制度 防止猴斗进入社区 当局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应对呢 谢谢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关打第三针的情况 我们现实掌握的数字 在香港人口里面 大概有接近一半或者一半的人士 接种了第三针 当然有的人士 他还没够期去接种第三针 也有康复者不需要接种第三针 但是我们相信有一程度的市民 他够期去打第三针 但是还没有打 我在这里特别呼吁市民 如果你们需要 已经需要接种第三针 请尽快去接种 因为这样有效保护自己 来未来的时间 如果疫情出现逆转 或者是感染上升的时候 感染的风险会增加的 因为这个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出现 将来会有新的变异病毒株出现 可能不是Omicron 而是其他的病毒株出现的时候 接种疫苗呢 一般来说是有效预防出现重症跟死亡的机会的 第二个问题 有关疫苗通行证的执法问题 我手头上面没有资料 所以暂时未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关于猴斗的问题 卫生防护中心一直密切注视着 现实在欧洲跟其他国家爆发猴斗的情况 这个事件在五月大概初的时候 英国报告有一些群组 他们没有去过现实流行猴斗的国家 而出现的感染 也没有接触死 其后在欧洲多国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我们密切注视着有关的情况 初步了解 我们掌握到的流行病学资料 包括美国的疾控中心 还有世卫的中心 他们显示 这些的人是没有去过中非西非的国家的旅游室 没有 另外多数他们是牵涉男性 部分是 性接触者 有的是有比较密切的接触 猴斗是受感染的动物 或者受污染的物件传播给人的 但是也出现人传人的情况 尤其是面对面 长时间的面对面接触 或者比较密切的接触 比如说家里人 我们非常关注这个情况 上个星期也去信了 全港的医生也跟医管局商讨了 就是有医生如果发现有关的个案出现类似的病征 皮肤有疹 淋巴和有肿胀 发烧 再加上有流行病学的关联 包括第一 去过受猴斗影响的国家 比如说中非西非等等 或者是前往过 现在爆发猴斗爆发 就是本身没有猴斗 猴斗不是风土病的国家 去过这一些的国家 曾经接触过怀疑或者确诊的个案 或者是他是跟其他的男性有亲密的接触的 而出现这一些临床的病征 相关的临床病征是需要向我们汇报的 公共卫生化验署也有能力可以验出这个病毒 我们会提升我们的化验的能力 也在卫生防护中心 连同其他的政府部门 正在做应变的准备 假如万一香港出现这种个案 我们会有一套的系统可以应对 现实因为新冠疫情 我们现实的检疫 隔离的设施都提升了 我们相信有能力可以应付到 那边最后一排的英文问题 我是Viu电视的 你们可以解释一下 现在需要多一次的核酸检测 是什么原因吗 就是来港的旅客 为什么是第九天呢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合理活道的另外一个酒吧的群组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在那11个顾客之间 病毒是怎么传染的呢 谢谢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在来港旅客的检测 在酒店检疫了7天之后呢 旅客需要在第12天做核算检测 不过有一些个案 他们可能有一个比较长的潜伏期 所以那个病毒可能 在他检测在那个酒店的时候呢 不能演出来 或是他在完成了检疫之后 还不能演出来 所以在理论上是有风险的 在第5天和第12天 增加一个核酸检测 可以增加我们的机会 去找出这些个案 可以更早的找出来 还有这些检疫酒店呢 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我们的经验显示 有一些很罕见的可能性呢 就是在酒店里面 也可能传染到新冠病毒 所以来港的旅客 在他们检疫的时候 在酒店检疫的时候 受到感染 尤其是在他们检疫期的后期感染 那可能我们那个时候找不出来 所以再多加一次核酸检测呢 让我们可以更早的 可以找出个案 让他们不会传染到社区 至于在河里活到 那家酒吧的传染途径 我们仍在调查当中 我们发现了 他们在酒吧里面 有脱掉口罩 在进行不同的活动 他们有人跳舞 也有人喝酒 所以我们怀疑 可能有一个超级传播者 或是有类似的人士 进入那家酒吧 因此引起了这个爆发 在目前呢 最早的一个个案呢 是在5月23号出现病征的 我们怀疑有一些个案呢 可能还没有向我们承报 或是他们还没有测试 所以我们会看一下 还会不会再找出其他的个案 就是在我们发出了强制检测令之后 后面的另外一位男士 我是AM730的 关于中环昨天公布的酒吧 刚才提到 有人在门外排队没有进去 想问一下他排队排多久 他排队的位置是否接近酒吧的进出口 他当晚最后有没有去过其他的酒吧 就是没有进这家酒吧之后 昨天和今天公布的两家酒吧 各有700人 这是否符合出所的容量呢 还是整个时段进进出出的加起来有700个呢 李医生提到屯门医院的病房 想知道那两位的职员是同一群吗 他们有没有一起吃饭 那个病房暂时涉及多少个病人 第三 今天政府公布的海外核酸检测的认可放宽 不需要是一定当地认可 那是否代表香港政府已经相信其他政府 地方的化验所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是否受到意见 外地难以找到认可的化验所 所以才做出这一次的决定呢 我先回答你其他的问题 等一下请李医生回答关于屯门医院的爆发情况 第一呢 昨天公布的那家酒吧 有15人暂时是找到的 其中一名人士跟我们说他当晚没有进去 他可能想去光顾这个餐厅 但是他当晚发现很多人在排队 那他少了安心出行 可是最后没有进去 其他的顾客也向我们透露 那天晚上人数是很多的 可能在场内 一定是超过100人在现场的 700人的数字 我们是透过疫苗痛行政拿回来的记录 是在相关的时段 及第一家酒吧 酒吧是晚上11点到凌晨2点 第二家酒吧是晚上9点到凌晨2点 这是所有的人次 是计算了进进出出的人 可能人数大概是有700个 但是我们也要再看一下到底当中有没有重复 顾客告诉我们 当晚的场地 在同一个时段可能有几百人 也不奇怪 实际的数字要再点算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海外的核酸检测 其实抵港前的测试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方法 避免了一些已经知道是阳性的个案 可以登机来到香港 除了这个措施以外 我相信现在的放宽 实惠局也在新闻公布里面详细交代了 是便利市民 尤其是本港居民回来香港 以这方便是方便他们的 无论如何 当抵港的时候 我们本身在香港 也会为所有的旅客 再做一次快速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 是由香港认可的私人化验所进行的 如果发现有阳性个案 会安排这些旅客 去隔离酒店接受隔离 屯门医院那两个护士 是在我们的康复大楼病房11B工作的 初步我们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接触 也没有吃饭的资料 他们是在昨天和今天 我们发现他们阳性的 CT值是低的低于20 病房总共有21位病人 我们现在正在为他们做测试 在等候报告 在我们初步的估计底下 是没有任何的病人或是职员 列作紧密接触者 下一位 这边的男士 两位医生好 我是明报的 想问一下 两家酒吧的情况 首先想问 现在 按中心的调查 两个酒吧 有没有什么地方 涉嫌违反防疫规律呢 不计你刚才所说的时间 可能估计活动是涉及跳舞 可能有DJ在现场表演 那是否有违反防疫规律呢 中心会怎么跟进 酒吧会不会有一些后果要面对呢 此外想问一下学校方面 关于那个篮球的学校 博爱的几年中学 中心认为 有没有需要停课 或是相关的措施呢 之前 九龙堂的那家国际英文幼稚园 现在中心掌握到最新的资料 相信几个个案中间 有什么途径传播的呢 还没有掌握到传播途径之前 明天还是会如期复刻吗 上下午班都是吗 还有关于酒吧 如果现在两个酒吧 各自都有几百人聚集 中间又出现了个案 中心认为那个传播风险怎么样 在这个情况下 有一大批人几百人同场聚集 是否一个适当的做法呢 谢谢你的问题 关于酒吧的情况 究竟有没有违反CAP599F章 这个要看有关的专业部门 或者是执法的部门 去搜集更多的资料 我在这里没有一个结论 或者是没有一个判断 另外当天晚上 两家酒吧 通过疫苗通行证的资料 我们知道当天晚上有很多的客户去光顾 如果有700名客户 我们相信风险是大的 我们现实事件距离现在有一个星期左右 我们暂时收到的个案 他们的并发日期是24号、25号 有的做了测试 承报了给我们 我们才知道 有部分人可能没有做测试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地方 昨天我们出了一个浅试检测公告 所有去过的人士 我们劝意尽快地去做一个核酸的检测 或者尽快地自己做一个快速矿源检测 阳性地尽快向我们承报 让我们可以安排隔离 或者是他的家里人接受检疫 我们也要看浅试检测的结果 不排除未来的几天 陆续在当天 有光顾这两家酒吧的客户 会发现更多的个案 第二个问题是博爱那家中学 现实这个中学上个星期 星期四 知系有一个男的篮球教练 有阳性 学校已经安排了设施的29名的学生 每天上学之后 学校再给他们做一个快速抗原检测 去核实 其后多找出几个个案 再有的个案是在家里做了快速抗原检测 发现阳性然后没有上学 初步了解 他们这七名的同学 阳性之后是没有再上学的 在学校传播的风险因此是比较低的 设施的学生都是跟这位坚持的篮球教练在5月24号的下午有接触 初步我们怀疑 是这位教练当天在训练的时候做成了传播 这个要全基因分析 看他们的病毒株是不是一模一样 现实我们采取一个比较严谨或者严厉的措施 因为在29名的学生当中 他们上课没有戴口罩 一般在学校的环境里面 我们不会让其他人列为密切接触者 但是因为这次有爆发的情况 我们把其他在篮球训练班的其他同学 全列为密切接触者 他们需要接受检疫 至于其他的同班同学 因为没有参加这个篮球训练 我们相信他们是没有受暴露的风险 但是我们要求学校一定要确保 每一个上学的学生上学之前有一个阴性的检测报告 如果还有其他的阴性报告出现的话 这个学校我们会看有没有相关 现在没有需要全校停课 最后一个问题 你问的是国际英文幼儿园 这个爆发是上个星期初去发生的 但现在其中一个课室 出现了一个聚集性的情况 有六名学生一名教室涉及 其他的个案是散发在其他的班的 有的班是一个个案 这两天没有新增的个案 明天上学我们再看这个学校 有没有新增的个案 或者其他的班房有没有其他的个案 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还没有问过问题的记者想问问题呢 如果没有我们现在结束 谢谢 谢谢